世界末日会是什么样子? 在3700年前,一道绿光闪过,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封印成了石像。 岁月轮转,山河变幻,曾经繁荣昌盛的人类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 男主千空是千年后第一个苏醒的人类。 在这个近似荒芜的世界中,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复活了大量的人类,重建人类文明,创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王国,而与之对立的,是一个叫王思的男人。 他只想复活年轻的人类,创建一个依靠蛮力的武力帝国。 在两人的带领下,科学王国和武力帝国的大战一触即发,要打仗先屯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千空制造出了好吃到飞起的方便面,它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加热食用,味道更是绝美。 首先将拉面和配料煮熟后,放入冰窖里进行冷藏,冻成冰块后,再用真空机将剩余的水分给抽干。 这样即可制作完成,将泡面加热后,千空让原始人们品尝一下,原本他们还不屑一顾, 可是等到吃了第一口,才发现,这是真香啊,所有人吃的那叫一个爽啊。 他们一边吃,一边欣赏着莉莉安绝美的嗓音。 这生活,不比对面的王思好太多了吗? 这时,老六浅悟提出了一个建议,年轻人之所以会追随王思,是因为他的武力和名气。 弱小的人,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领袖保护,但是莉莉安,可是全宇宙最著名的歌星。 只要他们听到这绝美的歌声,再让他们知道世界并没有毁灭,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投靠科学王国。 克罗姆担心谎言会被拆穿,可是千空和浅雾却不以为然,只要控制住王思和冰月,其他人根本不足为惧。 但在实施计划之前,他们要先把偷窥者赶出去。 此时的村子外面,一个妹子正在树上反复横跳,她就是受王思的命令,前来监视千空的,要想让她主动现身。 炸药是最好的诱饵,果然,一听到炸药的声音,妹子想都不想就直接跑了过去。 而此时的,琥珀西瓜妹妹正在用望远近观察情况,看到一个黑影之后,琥珀意识到目标已经出现,直接提着大刀就赶了过去。 可妹子只是轻松一跳,就直接避开了琥珀的攻击,紧接着就是一个扇小川大回环,瞬间拉开距离。 这操作,就连琥珀也愣住了,她不知道的是妹子前世可逝。 国家级的体操运动员,她的身体技巧无人能及,可是琥珀也不是吃素的。 利用自己先天的优势,紧追不放,最后他们一直朝着村子跑去,老村长得到消息,就让老人和孩子回屋里,然后严阵以待。 而千空却从树林兴奋地跑了出来,朝着碎村的面前,就抛出了她的秘密武器。 随着千空把眼罩放下,那抛到空中的电灯,顿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赶来的几人与空中的两个妹子,都被闪得不能睁开双眼。 最后被千空抓住时机扑倒在地,她以为自己要胜券在握的时候,碎村居然很轻松地就把五立直,只有五的千空给挣脱了。 面对人数上的劣势,这妹子丝毫不慌,一个急跑然后在家空中转体两周半,便轻而易举地跳出了包围圈。 那灵活的动作和柔软的身体,也看待了一旁的老村长,只是她并没有逃跑,而是在数着在场科学亡国的人数。 最后发现还有三人不在这里,虽然容颜和克罗姆在自己眼里,无关紧要,但浅屋的消失才是让她最紧张的。 作为曾经的同伴,她很清楚,那家伙是带着另外两人,住自己大本营去了,再按照大蒜头的尿性,她不惜声东击西也要拖住自己,那他们肯定带着十分重要的。 科学武器,新郎见她头也不回地走了,也意识到自己的计策已经被发现,如果不抓住碎村,那么科学亡国接下来的麻烦就大了。 通讯工具被王思的帝国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为了追上那个女的,千空又掏出了秘密武器,在紫光灯的照耀下,碎村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 原来千空将她扑倒的时候,就把乌矿粉涂抹在对方的身上,而之前在矿洞里挖出的镊河被,也被千空混合在龟沙里做成了灯泡,就能发出日出前那一瞬间的紫外线。 在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就是掌握战场上的实时信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握住战争的主动权。 这里就是当初为了隐瞒千空,还活着而立下的墓碑,她也是三人小队,把电话藏在这里最终的地方。 只不过对克罗姆他们现在的处境,却是十分危险,因为千空声东击西的计谋,已被那个妹子发现。 当身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时,潜巫立刻明白计策已经暴露,他们现在正被碎村追踪。 之前千空在他身上留下的乌矿粉末,也被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识破。 所以为了隐藏身上的通讯设备,潜巫只能通过狂按铃声,来发穆尔斯电码与千空交流。 原本处于被追赶的三人小队,现在通过电话,变成了对碎村的左右夹击。 千空从他们那里提供的线路,基本上已经确定,碎村跟在了潜巫三人的身后,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要设法让监视者落入自己的圈套。 当他见到潜巫手里的东西时,一下子就坐不住了,因为自己很清楚。 通讯工具对王思帝国的重要性,潜巫以电话没信号为由,让克罗姆在树上架起了天线。 而这一幕恰好被跟踪的碎村发现,为了王思帝国的安危,自己必须上前破坏他们的天线。 可最后爬到树上才发现,那天线竟然只是木头搭建的帽子,没等他回过神。 熔岩与金狼直接奋力将这个大树砍断,而碎村也因众心不稳滑落了下来。 眼看即将摔死的时候,是琥珀上前救下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通过信息战,取得了胜利。 碎村自然成为了科学王国的俘虏,而潜巫也继续上路,把电话送给大树和小川他们。 不知走了多久,眼前的山谷就是王思帝国的大本营,克罗姆刚想大叫就被潜巫按住,因为他清楚狮子王思身边有个耳朵超级灵敏的人,要是稍不注意发出一丁点的动静,三人的行踪就会被暴露。 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那一堆石像,上面标记的数字,应该是狮子王思打算要复活的人。 潜巫从33的数字里得知,他们至少已经有了32个人,因此容颜便想破坏那些石像,而这样可以变向削弱王思帝国的力量。 他的斧子即将挥下去的时候,却被潜巫拦下,因为自己的亲人也成为了石像。 如果科学王国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去破坏石像,那么跟狮子王思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们的目标要更加高远,克罗姆想尽可能地拉拢,愿意回到科学世界的人,这里树立着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千空的目的。 当初与大树和小川分开的时候弄的,他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两人,咄咄扫墓,现在这里已然成为了千空埋藏电话最好的地方。 他们将电话的天线隐藏在了树上,而地上埋的是连接电池的电线,接着他们想把电话的主体,埋在十字架下面,只是撬动下面的石头时,被容颜这个家伙弄出了动静,那声音也瞬间被那耳朵灵灵的人听见。 被赶时间,三人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们连忙把东西放进去再处理痕迹,最后躲在了石头后面,就在三人庆幸没被发现的时候,一只冷箭射在了浅屋的背框上,也吓得他们逃跑的时候,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索性那个家伙并没有发现下面的异常。 次日,千空在另一边等待着电话的铃声,当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三人在分别了一年后,他们终于通过浅屋在墓碑留下的电话,跟千空取得了联系,纵使有千言万语想说的喜悦。 但两人还是不能过于激动,因为他们的身后,有个被狮子王司派来跟踪的眼线,惊喜之余,千空还将自己拉拢王司帝国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想法听起来很离谱,可这是一个流血最少的办法,因为距离与王司帝国的决战,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千空想等浅屋回来就开始行动,当他问起大树,有没有看到他们留下什么话时,就知道三人小队遇上了不小的麻烦,事情也正如千空所想,浅屋他们现在被那段耳朵淋淋的语经,逼近了一片乱草丛里,内地上淋淋散散的建制, 仿佛在告诉他们,只要出现在眼前空旷的地方,那么一定会被他射死,可憋屈地躲着也着实让容颜烦躁,大声地讲话也吓得克罗姆急忙让他住嘴,因为这里是属于雨精的战场,要想让浅屋回去,就必须有人去当幼儿引开他,但也有很大概率会付出生命,因此克罗姆与容颜在讨论谁去当幼儿时,便吵得不可开交,唯独一旁的浅屋在紧张的,让两人说话小声点,突然,眼前的杂草给了克罗姆灵感,他从背包里拿出一节电池,再用铜� 将正腹级连接形成短路发热,然后丢入前方的杂草堆里,使他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这样只需在烟雾里大喊大叫,不仅吸引上面雨精的注意力,还能阻挡浅屋逃跑时发出的声音,容颜为了将动静再扩大一点,他竟然跟着克罗姆在草丛里你追我赶,如果不是看到千空那边的雪梅花,我还真以为是他们的春天来了,浅屋也趁着混乱之际,在拼命地往村子里狂奔,而大树他们,也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拉拢的人,那就是在背后跟踪的妹子,只要将 监视人变成自己的同伴,那么他们一点一点地去测反王思帝国,就成为了可能,化石老爷子把铜条卷起来做成了发条,只要将它按在唱片机上面,那么发条就会带动齿轮,让声音变得顺滑不会走掉,可唱片唱得再完美,没有本人在场跟他们闲聊,也会露出破战史游戏结束,好在浅屋已经气喘吁吁地回到这里,他变身的技能就能排上了用场,大树试着跟那个监视者沟通,可他对狮子王思的忠诚非常坚定,想要把这个妹子攻略,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最后好说歹 俊脸还挨了几拳,他才终于肯跟大树来到千空的墓碑前,当小川掏出那电话的话筒时,他一下子就坐不住了,千空那边的铃声响起,就知道现在该浅屋出马了,他用自己变身的技能,模仿出跟莉莉安一样的声音,以为可以轻易拿捏的时候,却意外撞到了大明星莉莉安的死忠粉,美丽间复兴的把戏,在他眼里都是忽悠人的话,就连小川在旁边尴尬的冷汗直冒,毕竟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原来这个金发妹子,有一段隐藏在内心的往事,当 当年就是莉莉安的歌声,拯救了他自认为操女人的学生生活,如果有人冒充他心里的偶像,那么后果就很严重,也把电话后面的两人吓傻,可想要他相信电话那头就是莉莉安,那就必须回答提出来的问题,因为这些事情只有莉莉安本人知道,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千空通过从联盟号飞船船票的价格,计算出莉莉安的总身价,再通过他演唱会的收入,再加专辑卖出的单价里,逆推发行数量,最后才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答案,可他提出的又一个问题,直接让两人吐 不写,毕竟他们可没近距离接触过大明星,三维问题谁会知道,好在千空想起自己的老爸,发过与莉莉安的合照,千空从照片上的身高,在参照老爸的对比里,得知了他的三维,但他们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出自己说出的数值,与莉莉安档案里的数值相比要胖很多,也让千空气得直接冷汗直冒,浅屋告诉他,那是自己真实的数据,可对偶像来说,又怎么可能对粉丝说真实的呢,他已经确认那头不是莉莉安本人,浅屋还想通过狡辩来拖延他,最后被千空播放 莉莉安的歌声,才成功扳回一局,当自己刻在骨子里的歌声响起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是莉莉安留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音乐,当初就是一遍一遍的循环播放,才安抚了自己的悲伤,此时他已经清楚自己的偶像早已不在,千空也给了肯定的答复,看到科学王国能复活,莉莉安的一首歌曲,他便想问千空能否复活其他的歌诗,得到的只有不能,因为脆弱的录音媒介,早就回归了凡世间的城市,但能答应他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一定会用科学来保护好, 莉莉安最后的歌曲,因为千空唯独是不会对科学撒谎的人,虽然他们成功策反了,王思插在大树和小川身后的眼线,可想要通过莉莉安的歌声,让更多的人来投靠科学全国,这显然不现实,狮子王思究竟有多强,千空他们不需要解释,虽说帝国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王思的理念,但在他那绝对的力量和领导力面前,下面的人也只能选择服从,而且王思身边的人也不是省油的等,除了二号人物冰月,他们还有一位就是名叫语金的家伙, 这是石师策反计划最大的阻碍,因为他曾经是潜水艇的生涯员,耳朵对声音特别灵敏,如果经常播放音乐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家伙察觉,而浅乌自己也是有克罗姆他们舍命拖住,才成功逃了回来,现在他只能祈祷两人平安无事,整片的杂草从现在全部被浓烟掩盖,原本他俩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殊不知这些把戏在语金的耳朵里,全是小儿科,他一见就让克罗姆差点失去了幸福的生活, 好在剑偏了0.01公分,挽救了他家的香火,而一旁的熔岩以为,宇金刚刚的那一剑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就抄起斧头打算劈了他,克罗姆刚想阻止光有肌肉没脑子的家伙时,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清楚,这些射来的剑羽是四面八方的,为的就是隐藏自己,现在四周的烟雾,已经成为了宇金最好的作战环境,熔岩根本不是对手,而事实也是如此,他扑了个空,但想到刚刚的那一剑,宇金 其实完全可以射杀自己,而他没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抓个活口来获取情报,所以为了救熔岩这个憨憨,克罗姆掏出自己的白色内裤,并举起了白旗,最后熔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罗姆,那么他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千功琥珀他们口中王思帝国的首领,克罗姆能否保住小命,也只能看自己的造化,此时熔岩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子里,他将克罗姆背负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所有人都对他现在的安危担心了起来,为了救克罗姆,琥珀想独自一人前往,就连老父亲 都拦不住,幸好千功出面,才制止了他,千功决定把科学王国全部的家当,都搬到离王思帝国较近的地方,因为单靠一个人去救克罗姆,是没有意义的,而对抗整个王思帝国,就是需要大家必须一起上,现在监视人穗村已被抓住,他们想获取科学王国的情报,已经不现实,所以全体转移到王思帝国那边布阵,是解救克罗姆唯一的办法,但这么多的物资让人徒手搬到那里,是非常吃力的,千功就想到在原来世界上,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他先是在地上, 绘画了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图纸,接着用蜂巢上面的蜜蜡加热融化冷却,再由化石老爷子,通过水车改造成的简易车床,来制作出图纸上零部件的模型,接着用石膏把蜡制成的模型做成模具,然后加热灌入融化的黄铜,一个零件就这么造好了,琥珀还把屋子里面的取暖炉,拆了利用起来,因为在这个时代造一个内燃机,肯定不现实,但用现有的材料,去造一个烧开水的蒸汽机,那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的原理,就是通过烧开水 大气压,来让气泵里面的活塞做来回运动,最后连接圆盘的作用,就是通过旋转来给气泵泄气,千空已然沉浸在造东西的快乐里,他对克罗姆的安危丝毫没有担心,因为自己认为,他在王思帝国那里只是一个瘦弱的杂兵,只要不多嘴,他们肯定会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但千空猜错了,想要克罗姆不多嘴,就跟太阳打西边出来一样,那事实也是如此,在三巨头面前,他明知狮子王思对科学的厌恶,还曝出了自己是科学家的身份,同时对王思帝国� 还曝出的橄榄枝也由言不尽,甚至最后还惹恼了狮子王思,那下场就是被挂在了瀑布下,准备接受他们的处决,克罗姆现在非常后悔刚刚一时嘴快,但自己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热爱的科学和村子里的人,所以面对冰月以性命要挟的提问,也是守口如瓶,最后冰月只能将克罗姆丢了下去,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结束时,与金在王思的授意下,一剑将他钉在了歪国字树上,或许是克罗姆不会背叛同伴打动了他,面对生命即逝的死亡威 他的决意都没有改变,可至少这小子的命算是保住了,而现在他们只能自行推测,千空让他来的目的,当冰月问起宇金是在哪里发现时,一下子让克罗姆心里一震,因为自己很清楚,那目的动的手脚宇金已经知道,只要他们去认真的翻找,就一定会找出联络的通讯工具,可宇金的回答让克罗姆难以寻味,他没说出真实的地点,而另一边,千空已经成功制造出,第一个汽车引擎,所有人对这个不需要人力就能跑的东西,感到了好奇,甚至还有个妄想,以一己之力, 以他抗衡,那最后的结果也不出众人的所料,看到熔岩被轻易撞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力量,又有了新的认识,可欠揍的银狼却把他跟琥珀来比较,所以毒打是在所难免,石神村对千空的帮助可以说是巨大的,但真要分别时却让他难免有些不舍,另一边,虽然克罗姆的小命保住了,但他也被王思帝国囚禁了起来,而这个开阔的位置,就是狮子王思精心挑选的地方,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临,孩子们在村子里欢快地嬉戏打闹,老公巨人 浅雾,则被千空安排在了汽车室驾员的工作,可由于轮子没有避震,那颠簸的感觉差点让浅雾全身散架,而千空想到的办法就是用竹子,他是从月球车上得到的灵感,把竹子轮胎做成了石心,这样就能大幅度减轻车子开起来的颠簸,虽然比不上橡胶材质,但他却是千空能找到最好的材料,看到化石老爷子流起了眼泪,小西瓜以为他舍不得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才伤起了心,实则是两人在为克罗姆,见不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成果而 感到惋惜,千空把车子做大的根本原因,就是想带上老人一起走的,可他们只想留在这里,因为自己清楚跟了过去,那只会拖累整个科学王国,所以在老人们的坚持下,他只能妥协,然后带着掌者们的祝福,去往与王思帝国决战的路上,但不要以为有了汽车,他们在路上就会很轻松,而上坡的时候就需要大伙们来推了,那根本的原因是,蒸汽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如果再加一个气缸,或许能解决这个麻烦,可留给千空的时间根本不够,所以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来到距离狮子王思老巢较近的地方,安盈扎寨,琥珀用望远镜去观察敌人的动向,那么接下来就是西瓜侦探的发挥时间,他一人偷偷地溜到王思帝国里面,去寻找克罗姆被关押的位置,全身缩到西瓜头套里,就是最自然的伪装,因为没有人会注意没熟的生瓜蛋子,王思帝国的爪牙,在监狱外不知在忙活什么,而克罗姆也发现了,远处变成球的小西瓜,为了让他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同时,也不让别人引起怀疑,他抓住了笼子,朝外面 大叫自己要上厕所,好在小西瓜把情报成功带了回来,只是那里重兵把守,想要救出克罗姆就必须要好好的计划,而容颜提议的正面强攻,这次得到了千空的支持,因为他想把汽车改造成坦克,到时候用他来冲破竹子建造的牢笼,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当千空说出给坦克做装甲的东西是纸时,浅悟一下子就坐不住了,先不说只有多么脆弱,用他做成的装甲,就跟你脱光衣服去裸奔没任何区别,或许有他的想法,科学王国的孩子们,在河边收集了 大量的青草来作为原料,而造纸的第一步,就是用轻氧化那浆草煮烂,接着把煮好的草浆放到水里调洗干净,然后再压平放到地面上晾干,一张纸就是这么诞生的,可用薄薄的纸去做坦克的护甲,这一点都不现实,所以千空在里面加入了木质框架,还涂上类似颜料的东西,最后再用熨斗给他烫一下,千空自认为刀枪不入的护甲就诞生了,但金狼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他还是主动上前要跟千空比试一下,因为现在不是训练用的道具,而 这是拼命的真家伙,这可是连木质盾牌都能刺穿的,毕竟关系到科学王国的生死,总不能一个冲锋全村的人都被一波带走吧,所以千空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双方做好准备后,金狼全力的突刺,与千空手中的纸盾碰在了一起,所有围观的人都紧张了起来,所幸千空并无大碍,但金狼的枪尖被震碎了,可冲击波却让千空全身做了的全套按摩一样,颤抖不已,原来他刚刚在纸上涂的,并不是什么颜料,而是之前做手机用的塑料,只要把它编 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碳纤维树枝,一般这种材料,只会出现在赛车和火箭上,用它做成的坦克装甲绝对是铜墙铁壁,最关键还很轻便,同时千空还对坦克的引擎做了升级,从原本的单缸现在变成了双缸,他甚至还加了仿真履带,此时千空已经想象出,王思帝国见到这个巨兽仓皇逃跑的样子,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狮子王思已经猜出,千空进入了蒸汽时代,因为他知道煤炭很容易获得,而他是制作蒸汽机的前提,把克罗 克罗姆关在空旷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千空开着蒸汽战车正面强攻,因为他们早就在地上,布置了大量的陷阱,等着千空自投罗网,而内幕也被关押的克罗姆看到,为了不让千空陷入险境,他便想越狱,可身上的东西在成为俘虏的时候,就全被没收了,这让他很无奈,捡起地上的石头,试着把捆在竹子上的绳子割断,结果手卫看得很严,没办法,他只能借着出去上厕所的时候,网库党里疯狂地收集越狱素材,只是单靠花草又怎么可能成功 地上的树枝给了克罗姆灵感,他随即开始钻目取火,想着用火来烧掉竹子上面的绳子,结果把自己干费,都没见一颗火星子,而这一幕也刚好被外面巡视地看见,他是狮子王司才复活的人,因为之前是警察格斗大赛的冠军,所以看管克罗姆的牢笼,属于是专业对口,他同样不喜欢回到科学的时代,曾经为了抓捕那些,为了利益行贿的贪官时,开枪打死了其中逃跑的人,所以他在警局的仕途也就没了,而人类世话重启,对他来说是翻身的机会, 所以克罗姆在他眼里,就跟动物园的大猩猩没有任何区别,深夜,所有守卫在睡觉的时候,有人将缠绕铜线的电池丢到了牢笼里,对克罗姆来说,这不亚于九汉逢甘露,在确认门口的守卫没被发现的情况下,他悄悄地用电池短路来烧毁牢笼,可万万没想到正负极连接的时候,闹出的动静太大,自己也被那个羊,一棍打倒在地,好在电池没被发现,他以为克罗姆用钻目取火,才闹出的动静,可当他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科学家时 也成功戳中那家伙的笑点,毕竟在他眼里,克罗姆的这种程度的科学,就是小学生的强度,甚至还拉着其他人,对着克罗姆嘲笑起来,这让他气得恨不得现在立马出去,捶了那小子,但转念一想,科学绝对不是拿来炫耀的,想想自己的境地要猥琐发育,所以他顺势装作低能的水平,让那些家伙彻底认清自己,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低能 深夜,克罗姆学着千空的样子,想到了曾经用电解盐水,得到了氢氧化钠的办法,作为黑道分解脏物的东西,去融化那些绳子应该轻而易举,最关键自己身上还有干电池,而海水他想到用汗水来替代 经过一夜的努力,他终于得到了一小杯的成果,在守卫没发觉的情况下,他用干电池来制作氢氧化钠,随后悄悄地把溶液倒在了绳子上面,一会儿的功夫,那绳子就开始感受失去韧性 克罗姆也终于靠着科学成功越狱,竹子的掉落声响起,不等守卫反应他直接打晕两人,然后学着浅屋的虚张声势,朝外面大喊里面有熊出没 当羊缓过神来到监牢的时候,克罗姆早就逃出生天,刚刚的虚张声势,以为自己的逃跑争取了一秒的时间 他冲到了外面,借着竹子撑干跳,躲开了下面的尖刺陷阱,然后根据记忆里的陷阱位置,蛇皮走位 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那个羊愤怒的像一条脱缰的科技一样,追了上来,没办法 克罗姆只能加快自己的步伐,两人这样你追我敢,最后来到了悬崖前面,眼见没路 克罗姆就想试着反击,可在格斗冠军的面前,他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在羊的眼里,他就是给自己找乐子的小可爱,对付这种不听话的家伙,就必须要好好的教育 所以克罗姆豁出去了,他表示自己已经没几天的活路,接着从口中吐出了大量的鲜血 这一幕,也吓坏了眼前的男人,毕竟这个血量只靠咬破嘴唇可达不到 当克罗姆告诉他从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就感染上肺炎时,羊也害怕地后退了 如果没有抗生素,这就是必死的绝症 见他已被自己分心,克罗姆拿起竹子,就给羊来了个爆炒鸡蛋 那种痛苦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 我们男同胞们光看看,就是感同身受 克罗姆这小子还挺会玩的,王思帝国那边忽悠羊也就算了 他还当着科学王国所有人的面,喷起了血,也吓得琉璃为他担起了心 原来这些东西,是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收集到野果草药混合而成的血浆 这些操作不愧是得到了千空的真传 但作为前辈,千空必须要把他们这几天的成果,拍到克罗姆面前显摆一下 如果不是他自己逃回来,那么大星星号坦克,就会被当成一次性消耗品牺牲掉 而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抢夺生产硝酸的蝙蝠洞 因为那里,不仅可以制作复活石化的药水,更关键还能制作火药 到时候开着大星星战车,横冲直撞,就能击溃敌人的心理防线 而那里将会是科学王国与王思帝国,决战的地方 但敌我双方的人数差距太大,为了削弱狮子王思的力量 大树那边在为弥补人数的差距而努力着,也算是给琥珀他们打了技强心针 至于潜物模拟莉莉莉安的声音,经过死中粉蜜机的地狱式特训下 还原度基本上没问题,而唯一担心的就是雨精,可是怕啥来啥 他们在拉拢那些自己信得过的人,到千空目前去听莉莉安的歌声时 那细微的动静,瞬间被远处的雨精捕捉到 那些人以为自己的国家,开始复兴而感到高兴时,雨精便走了过来 三人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从他口中的话语里不难听出 那家伙其实早就知道电话的事情,至于是敌是友 千空他们只能厚着头皮硬伤,被死中粉调叫几乎百分百莉莉安声音的浅雾 雨精一下子就听出那是山寨的,这让电话另一头的两人大惊失色 但雨精并没揭穿他们,而是用其他的语言与千空交流了起来 目的就是避免让周围的人听到,言行反常必有妖 浅雾跟千空分析后猜出,他是来谈条件的 因为当初在目的发现三人小队时,雨精并没有去通知其他人 在确定了对方的来意后,千空便在话筒里跟他聊了起来 当初送给克罗姆电池的神秘人,其实自己早就猜出是他 而雨精之前一系列的事态,就是为了想知道 科学王国里究竟是怎样的人,他在跟踪小川的时候 还发现了千空的绝密任务,那就是让小川用胶水 去把那些被狮子王丝破坏的石像给复原起来 石像的表面已经风化无法还原成细胞 所以复活的时候,会变成薄薄的石片脱落 也就是说王丝打碎的石像,只要在断面风化前组装起来 说不定就能复活,看到他身后的石像数量 几乎可以确认,小川在修复石像上面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虽然令他难以置信,但也自那一刻开始 雨晶就对科学王国有了好感 因为在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想用科学的办法 去复活全人类,这是常人难以坚持的 可让自己去协助千空他们,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死去 当初狮子王丝选择复活他的时候 就是看中他出类拔萃的听力,和冷静的判断力 可看到狮子王丝毫不犹豫地去毁掉石像时 雨晶的心里只有悲伤 那一刻他明白,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 建立狮子王丝那理想世界的助力 面对复活者之间闹起矛盾的时候 雨晶也是竭尽全力地去阻止 因为他很怀念曾经的世界 自己忍受之这狮子王丝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时机 可要是有一个人死亡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掉转枪头 面对自相矛盾的条件 千空答应了 因为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同时雨晶从千空的态度里 还确认了一件事情 之前进攻村子带的几人 可能是死在了冰月的手里 如果真的这样 他会比狮子王丝还要危险 如若不去提防他 那流血的局面绝对不可避免 而之前看守克罗姆的羊就痛苦了 但虽然先不说 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无言去见狮子王丝 但他尽到做领导应有的担当 将克罗姆逃跑的责任 全扛给自己的身上 然后手下们说 羊坠落瀑布死了 交代完后事后 羊就拍拍屁股跑了 仅有的石头眼罩 就是为了告诉狮子王丝自己已经殉职 最起码能给上面的领导留个好印象 羊是懂人情世故的 千空目前的脚印被冰月看出 有被处理的痕迹 而狮子王丝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纪念死去的同伴 从他口中说出的名字 也包括了冰月拿来当炮灰的人 只是王丝还不知道身边有颗定时炸弹 就在他创开土 准备将石头眼罩埋入墓碑下面时 令自己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 另一边 千空带着科学王国的伙伴 和策反的人再次回到了曾经苏醒的山洞 他在这里发现了石像解封的秘密 后来因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了这里 时隔时间两年半 为了人类文明的复兴 他再次回到了这里 眼下他们只要快速解决洞口的守卫 那么两个阵营的胜负 就会朝着科学王国倾斜 只要获得硝酸 千空就能制作破坏一切的炸药 即便狮子王撕在墙 他也只是肉体繁胎 可他们还不知道 撕在祭殿之前死去的同伴时 竟意外发现了 千空藏在这里的通讯工具 已经在高处通过细小的声音里 确定了那两人在墓地 所以现在对科学王国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为此千空带上了所有的家当去缩哈 并且他们还为大猩猩号升级 做了一门大炮 只要来上一发 千空坚信 那些守卫会当场失去战斗意志 只是敌人从惊慌失措到冷静反击之间 只有20秒 因此 千空他们必须要抓住这宝贵的时间 解决战斗 不然肯定会发生厮杀 产生伤亡 而这也是羽精能答应帮助他们的唯一条件 随着战车的发动 所有人都奔赴了前线 这是一场寄托了人类文明走向的一战 随着千空开炮轰向了山洞 那些守卫顿时大惊 因为在这个时代出现一辆坦克 对他们无疑是降为打击 面对王思在洞前布下的未知陷阱 千空让浅雾和克罗姆玛丽全开 直接冲过去 伴随滚滚浓烟 琥珀他们也紧随其后 不等守卫们反应 科学王国的人们 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即使遇到危险 也有大树举着碳纤维树枝盾牌 来守护着同伴 就是这样一群 为人类文明复兴而战斗的热血青年 短短数秒 就控制住大部分的守卫 就在千空准备最后一波的时候 坦克由于没有越过陷阱而翻掉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熔岩的表演时刻 他拿出类似锅的东西对向蝙蝠洞口 起出那些守卫以为 这是在即兴表演节目 殊不知那是千空发明的声波加农炮 那凹进下去的基因板 能把爆音弹爆炸的声音 集中起来轰向敌人 所以琥珀他们健壮 便用耳塞堵住了耳朵 随着一声爆炸 站在炮口的那些人 全被阴波阵晕失去了意识 但战斗还未结束 他们仅有的一枚爆音弹 也被长矛扎破 眼看那些人即将冲到他们面前时 大树站出来对声波加农炮吼了一嗓子 那强大的阴波 把那些守卫全部干翻在地 而雨晶也抓到了 准备响给狮子王丝 抱信的金发美女 短短20秒时间 剧情似乎就如千空猜想的那样发展着 他们成功夺得了生产硝酸的山洞 且双方没有任何伤亡 而陶冠李庄的 就是千空日思夜想的奇迹之水 所有人都为战斗胜利而感到高兴 可千空则是回到战车里 把制作火药的材料取了出来 他自己很清楚 眼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只要狮子王丝还在 那么战争就远还没结束 这时 雨晶脸上惊恐的表情 仿佛是在告诉千空已经没有时间 因为王丝已经快马加鞭地朝这里赶来 就在他要把情报告诉千空时 一个飞来的长枪 直接把雨晶给捅了下来 那装满火药原料的玻璃罐也碎了一滴 对科学王国来说 现在是真正考验生死的时刻 所有策反的人 他们都下意识地害怕了起来 之前对战他们其中的艺人都毫无胜算 而现在两人一起上奈得有多绝望 如果狮子王丝与千空没有分歧 他们可能会成为伙伴 但现在 王丝要再将人类科学的种子抹杀掉 王丝帝国的大部队也从森林里出现 眼前的危机让琥珀也不由地冒出冷汗 浅屋在坦克里 还想用莉莉安的声音给他们打气 但冰月甩出的电话机 瞬间让他呆住了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大明星莉莉安还活着的帽子已被揭开 那些是因为莉莉安才来投诚的人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欺骗 现在 雨经重伤倒下 手里内装着制作火药材料的罐子也被打碎 甚至连浅屋模仿莉莉安的演讲都被冰月识破 摆在科学王国眼前几乎是必败的局面 因为他们曾经对付其中一人 就显得十分吃力 更别说现在面对王丝帝国的顶尖战力 眼看科学王国要全面溃败 千空便拿着试管冲到了山洞里 因为他想用自己身上仅有的材料 去制作扭转战局的武器 而时间也只能靠琥珀他们 来为自己争取 那一刻 对他来说可以是争分夺秒 克罗姆有着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外面一定有能帮助千空的东西 琥珀这边心里也清楚 对付眼前的两人他们绝对不能满蛋 因为正面进攻无一事去送死 可狮子王丝压根不给他们任何准备的机会 凌空一跃 就立即与冰月施展组合技能 就在他浮在空中的时候 一击抓住刹内剑的破绽 想用阴波炮来解决狮子王丝 而回敬他的 只有甩过来的长矛 那力量根本不是他一人能抵挡的 仅仅是一瞬间 那些围在四周的人几乎全被放倒 因为他们面对的 是石头世界里最强的武力组合 此时的千空与浅雾还在蝙蝠粪便里摸索着 因为他要把硝酸与尿素 混合制成硝酸尿素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总比没有的强 只要他能生成白色的结晶 就能做出自己预想的武器 可这只能去靠运气 然而在浅雾的认知里 千空的运气几乎就没有好过 外面的伙伴已经在歇斯底里的战斗 哪怕他们三打一 一起围攻狮子王丝 也被轻而易举地解决 那个曾经信奉力量至上的容颜 也被这个男人一脚踹走 这些人对他来说 就跟热身赛一样不值一提 浅雾现在已经着急地乱投衣 他几乎把自己能掏出来的东西 全部拿了出来 可千空心里想要的只有硫酸 因为只有把硫酸与硝酸混合 才能制成浑酸 而他就能为千空做出扭转战局的东西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 那个在外寻找素材的克罗姆 为他俩带来了好消息 那瓶子里装的是 从虎人炮弹爆炸的残渣里 找出来的硫酸 那么接下来千空从怀里 掏出富含甘油的肥皂 或许他自己做梦都不会想到 那肥皂居然能在最后产生关键的作用 它也是千空在狮子王寺面前制作的 第一个科学道具 虽然是替代医生的生命之石 可只要将它加入这个器皿里 就会诞生令所有人恐惧的东西 整个战场上还在坚持战斗的已经不多 琥珀甚至不惜抓住冰月的管枪 也要为千空几人争取时间 场上能动的人 都在榨单自己这为数不多的体力 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相信科学 为了赢得胜利 千空已经豁出了性命 那黄色的液体 就是扭转战局溃败的武器 虽然克罗姆闻起来 感觉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可千空清楚这东西的作用 甚至他连说话的时候都不敢加重呼吸 因为他是最危险的消化肝油 而千空却要他救下所有人 此时的山洞门口也只剩大数亿人 就在他准备抱着献出自己生命的代价 也要拦住狮子王丝时 天空飞来了一架纸飞机 几乎王丝帝国的所有人 都停住了脚步 因为在狮子王丝的眼里 那纸飞机上涂的东西令自己恐惧 这是一种爆炸威力 比火药还要强一百倍的武器 千空就是要靠他来震慑王丝帝国 哪怕是人类武力值最强的狮子王丝 在他面前也只是肉体繁胎 浅物把纸折成 全世界飞得最远的飞机 用来给千空作为硝酸甘油的载具 只要触碰障碍物 他就会释放出只属于狄达拉的艺术 当爆炸声回荡在整片森林的时候 也宣告着科学全国 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也多亏了琥珀他们 在外面为自己争取的时间 现在只要王丝帝国有任何举动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 甩出手中的纸飞机 可还是有一些人不信邪 想要挑战纸飞机的精准度 好在受伤的雨精占了出来 因为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剑会脱靶 随着他们手中的武器落下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 但冰月却悄悄地来到 树木被炸掉的地方 那威力在他的眼里只有狂热 大树在为战争结束感到高兴 可事情远还没结束 尽管王丝帝国杂兵都已经投降 但他们的领袖还在 狮子王丝看出那炸弹 无论是击落还是被接住 都会发生大范围的爆炸 可这样一来 就会把大家都给卷进去造成大量伤亡 而千空是绝对不会牺牲其他人 同时也不会去牺牲自己 他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和狮子王丝做笔交易 因为浅悟曾告诉千空 自己是在电视上的特别节目里 与王丝相识 他明明可以在石头世界里得到一切 现在却要做着净化腐朽的当权者 那重高理想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经居然不停地比赛 不停地去上电视去挣钱 甚至还起了个灵长类最强的称号 真的很难相信他会是这样的人设 短短数秒 千空就说出了狮子王丝真实的往事 让他得知妹妹未来被确诊脑死亡 并且没有恢复意识的可能时 王丝现在能做的只有为他到海边 寻找惺惺惺惺的粉色贝壳 但那个肥头大耳的肠主 还是挥拳打碎了 他唯一能为妹妹去做的事情 而那片地方 仅仅是他的渔场而已 或许是那时候 狮子王丝的心就像贝壳一样破碎 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可怜而放过你 王丝每天的奔跑和不断地锻炼 就是为了能在地下拳击比赛里 得到一笔不菲的报酬 明知实力差距太大 这个瘦弱的男孩在被打倒后 依然站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妹妹唯一的制主 后来通过不断地磨炼 王丝的实力终于有了提升 渐渐他名气也开始起来 并得到了记者的采访 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王丝 或许只有来到妹妹的病床前 才能为自己充满创伤的内心 有了些许安慰 铁汉柔情或许就是这个样子 当千空说出只要解封实话 那身上的疾病和内部的创伤 就会全部修复时 狮子王丝那颗冰冷的内心 重新开始躁动起来 因为千空之前被他杀死时 就是靠脖子后面为解封的碎片修复 才活了过来 所以千空想跟狮子王丝做的交易 就是停战 至于他要自己怎么才能相信千空 依据只有这一句话 我不会对科学撒谎 那一刻 石头世界里历经两年半的对峙 他们终于达成了和解 回到营地的伙伴们虽然带着伤痕 但所有人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千空再次回到山洞配置了复活液 那么接下来 历经沧海桑田 虽然这里早已看不出当初的影子 但与妹妹的心灵相通 让他确信就在这里 只是徒手挖掘实在太费劲 千空想直接用炸药去爆破 就算真的炸掉石像 那也是没办法 全部拼回来就好了呀 话说 千空你怎么突然就黑化了呢 他们终于找到了未来的石像 就在千空拿起复活液 准备为他解封的时候 大树又站出来 对着千空的眼睛来了一下 理由是 未来没有穿衣服 不能就这样复活他 不过身后的小川 在飞快地缝制着衣服 一切准备就绪 就轮到了千空的表演时间 他将复活液倒在了未来的身上 那么接下来 就是验证他所说的理论 当时像碎裂的那一刻开始 所有人都对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感到吃惊 毕竟对琥珀她们来说 真的算是第一次见到神迹 当这位名叫未来的女孩 活生生地站在狮子王思的面前 她用再多的词汇 也无法表达自己那颗颤抖的心 或许对妹妹来说 几千年和沉睡六年 也只是自己的黄粱一梦 虽然王思曾经年少的模样早已不在 但她还是能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男人是自己的哥哥 一句跨越几千年的呼唤 让她彻底解开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结 就在大家收拾东西 准备回到营地时 冰月通过谎言把未来骗到了河边 而克罗姆在检查炸药时 也发现了数量不对劲 甚至连雨精也没听出异常的声音 能悄无声息不被自己发现的 这世上只有一人 可当小西瓜来给岁村送饭的时候 看守的人被打晕在地 就连里面岁村睡觉的样子 也只是稻草做的人偶 而帮凶居然是逃跑的羊 原来她还不知道 王思帝国已经与科学王国达成和解 自己依然想抓克罗姆将功赎罪 却无意间来到了千空的营地 岁村就是她放走的 随着一声艺术的爆炸 千空立刻注意到 那方向是生产硝酸的山洞 随着烟雾散去 奇迹之水也被破坏 浅屋立刻分析出 她是受冰月指示 因为岁村是她最忠实的部下 千空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只是河边的狮子王思还不知道 身后有个隐藏的危险 当爆炸声响起 她安慰了妹妹后 就前去查看情况 而冰月却要对未来下手 就在千空歇斯底里的跑来 大声喊出冰月的阴谋时 千军一发 是狮子王思挺身挡住身处的枪尖 可她的身体也被贯穿 眼看要掉下悬崖 是千空抓住了丝的手臂 可最后还是被冰月打入了瀑布里 待琥珀赶到的时候 冰月也跳了下去 她想下去就千空 但被父亲制止 因为盲目的跟进 只会搭送自己的生命 他们只能顺着水流下去 寻找千空的踪迹 傍晚临近 千空上岸大口喘着粗气 由于狮子王思被长枪贯穿了胸膛 对她来说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 至于他们能飘到这里 全是冰月之前用羊做的实验 而来到这里 她就是想拉拢千空跟自己合作 如若不从 她甚至不用武力也要千空屈服 虽然她跟王思之前的理念 都是净化人类来优胜劣汰 至于地球已经不能支撑 70亿人口的话 也只不过是 冰月为了得到权力欲望的借口 对此 千空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面对曾经王思说过 建立新秩序的理念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一个笑话 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国度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哪怕只有年轻人的世界 也会诞生愚蠢的无能者 只要这样的人还在 被剥削的命运就无法避免 所以冰月想建立一个 只有强者的世界 凡夫俗子都应该被清理 可千空对他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如果说地球无法支撑 70亿人的生存 那么就去寻找 支撑70亿人生存的手段 因为这才是科学 可这话也惹恼了冰月 如果人才无法为自己所用 他不介意将其毁掉 可要是自己能与千空合作 那一定能成为最强的组合 所以现在他只要千空回答 确认还是否认 不然只会一根一根地 切断他的手指 然后就是他的双脚 直至千空臣服自己 并惧怕自己 看着冰月一步一步地走来 脚下的狮子王丝 也给了千空信号 他假装面露恐惧地 扔起了石头 顺便还将石化的燕子解封 丢向冰月 干扰了视线 配合狮子王丝 打了一套组合拳 这是一场久违的 最强大脑 与最强力量联手的战斗 他们边走边商量对策 但冰月不给两人任何机会 一个重伤的狮子 与没有战斗能力的男人 又怎么可能战胜自己 可狮子王丝所展现的战斗力 自己却被王丝带进了 千空布置的火药陷阱里 当火药被点燃 冰月瞬间被火焰包围 就在千空以为胜利的时候 他脱下披风把大火全部刮走 现在的情形对千空还真是棘手 冰月把攻击的第一目标 直接对向了自己 甚至连狮子王丝 也只能强撑身体在战斗 可身上巨大的伤口 促使着他不能坚持多久 但不可否认 自己很享受与千空一起短暂的战斗 就在冰月准备要结束王丝的生命时 千空艰难地爬到他的跟前 并伸出了缠着绷带的小拇指 看到上面缠绕的线圈 冰月立刻意识他之前 是怎么将火药给瞬间点燃的 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长枪被王丝硬生生地抓住 而千空身上也装满了坚固的新猛电池 这一切也全要归功于之前决战的时候 冰月自己送来的电话机 只要把锡线圈连接上电池 就能做成高压变压 一个能产生十万伏特的电机枪 就是为他而做的 水月被千空电晕在地 村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他们都躺在了地上就想上前捕刀 好在是琥珀的出现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最后两个人类的不稳定因素 也被他们绑了起来 至于什么时候让他们重获自由 那最起码得人类文明重新建立起来 因为只有那样 他才不会是这世上最强的男人 两个不同理念的战争 现在也终于结束 但文明的复兴才刚刚开始 那些曾经王丝帝国的士兵 也开始参与建设 而小川和浅雾他们 则是一起把破碎的石像拼接起来 然后用复活液再将其解封 这个地中海漫画家一苏醒 就想着自己的稿子 没办法 浅雾只能拿出笔盒 只让他继续爆肝 那些曾经有趣的东西 也开始慢慢回到这个石头世界里 文明复苏的一切 几乎按照千空欲想的那样进行下去 就连失踪人口羊也从草丛里冒了出来 他对大家现在一起和睦相处 也是相当难以置信 自己想试着融入境取 只是克罗姆对这个家伙没太多好感 好在是小川给了他机会 一起去修复石像 但那工作量也差点没把自己吓死 虽然狮子王思因为重伤躺在了山洞里 但他还是要告诉雨晶 自己曾经破坏石像的地点 因为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将死之人唯一能救赎的事情 其实一个非常疼爱自己妹妹的人 他的内心不会坏到哪里去 不然也不会清楚地记住那些地点 几十公里外的石神村 也收到了科学王国打来的电话 对这些老人来说 孩子们平安无事才是自己最好的礼物 而千空继续做着科学实验 因为短时间现代人增多 所以他用醋与绿 再加一点瘤做成绿乙酸 然后加入氢氧化钠做出绿乙酸钠 接着用血液和铁制成的绿化钠 与绿乙酸钠反应再加 故成禽乙酸移植 最后再加入甲醛 就能诞生粘合伤口的素肝胶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救狮子王思 只是这个东西 只能用于堵住伤口延续性命而已 毕竟自己又不是大罗金仙 破损的内脏他无能为力 所以现在能救狮子王思的办法 只有一个 就是重新将他石化 而洞外偷看的蔚来 不小心被跑来送线的小川 撞了个满怀 可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让小川看傻 好家伙 不上麻药就给狮子王思缝和伤口 千空的心还真大 就连一旁的浅屋都看不下去 而这也让蔚来留下了阴影 毕竟他的心理年龄只有六岁 虽然琥珀安慰他有千空 再就不会有事 但狮子王思什么都明白 手术也只是拖延生命的流逝 用不了几天自己 就会因为败血症死去 所以千空想利用 石化解除修复周围的效果来救他 只是自己还没找到石化的办法 因为寻找这个答案需要多少时间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王思也100%撑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首先要杀他 然后再通过冷冻将他冰封起来 自己则会在这个期间寻找石化的办法 不论花多少时间也会复活狮子王思 这是千空的承诺 因为这是能救他唯一的办法 对此王思也很坦然 就当还了自己 当初杀死千空的一条命吧 科学王国这里开足了玛丽 他们准备将大猩猩号战车 改造成更厉害的东西 而小西瓜与克罗姆 则是把电话机拆除来收集里面的金丝 看着几人机情满满 这几个完全插不上手的现代人 也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原始人 而千空要做的就是电冰箱 或者准确来说是冷冻库 他们的表情 就跟当初潜物换第一次听 是同样的反应 他们现在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 随后从蒸汽战车上拆下来了活塞 这样可以让空气再塞满金丝的地方 不断地流动带走内部的热量 从而达到制冷的效果 而这绝对是保存王思身体的绝佳场所 千空甚至还结合石化的方法 想到了百分百保鲜食物的办法 这样即使解除了石化 也不用担心细菌感染的问题了 最后 化石爷爷将其余人等赶了出去 毕竟 这可是千空第一次杀人 这个血腥的场面 还是越少人看到比较好 动手之前 千空问了王思 如果他想要去太空探险的话 想带谁一起去 而这种毫无影响的问题 只不过千空缓解气氛的方法而已 毕竟他也很紧张 而身后的王思已经慢慢闭上了眼睛 毫不知情的千空 还在诉说自己的想法 甚至从太空探险说到了马里奥的蘑菇 而对于未来来说 哥哥已经找了自己这么久 接下来 就该轮到他照顾哥哥了 之后 千空将所有人都聚集起来 讲3700多年前人类石化的事情说了出来 而之后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绿光的源头 弄清楚石化的原因 这是他醒来的使命 也是他对王思的沉默 至于他们不能成功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